至於今天十點不一樣 精選先來看臺灣許多老年人 成為詐騙的受害者 辛苦打拚一輩子的積蓄被騙光光 專家建議高齡者透過信託管理資產 減少詐騙風險 二十萬要怎麼花 有人差點拿去付詐騙集團薪水 七十一歲蔡信老婦人還算幸運 遇上人民保姆守住一些老本 至於嫌犯則當場被逮 警方在超商裡一聽到投資股票 這敏感關鍵字直覺有鬼 遭誤導加入投資群組 不宜有他遂於當日依照指示 前往超商面交投資款項 詐騙集團手段高明 為人子女也擔心 父母辛苦打拚一輩子 可能短短幾分鐘就被騙走 要如何預防 其實可以善用信託作為自保工具 資產沒有透過信託 個人信託的方式來講的話 就很容易會遇到社會上面 就是所謂的詐騙行為 那麼你如果你將你的信託 交付給信託資產 給專門的受託人或者是受託機構來講的話 就會有專門的受託機構 來幫你們做專業的管理 因為這些高齡者 都通常都有比較高的財富 尤其在高齡者是在身體因素的狀況之下 沒有辦法牽制管理自己的財務 那麼透過個人的信託呢 可以使晚年有更好的經濟來源 二零二二年全年度全台詐騙金額 逼近七十億元 其中六十五歲以上高齡長輩 全年受害者達四千一百六十七件 長輩遭詐每天上演 專家建議高齡者能將財產信託 只要三十萬就能申請 類型有非常多種 那像是有安養信託 或者說殖民保障信託 不動產信託 跟所謂的股權信託 那事實上其實高齡者 現在非常需要的就是所謂的安養信託 因為安養信託是專門針對 長期照顧設立的 那麼高齡者可以將他們資產 交給專業的受託人 那受託人就可以經由所謂的安養機構 以及醫療照顧機構做醫業結盟 也因此可以確保高齡者 在未來支付生活費用上面來講 以及維持醫療品質 對 那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子女保障信託 子女保障信託是確保資產 能夠依照高齡者逝世以後 按照自己他的醫院去做分配 那也可以確保資產傳承 可以設立一些保護的條件 可以保障子女的利益 例如子女生活到一定的年齡 以後就可以交付資產 這個最有名的就是 賢定俠魚他的女兒 迎接超高齡社會長輩的財務規劃 傳承及安養議題越來越受重視 政府推動信託2.0 整合各平臺量身訂做專屬信託規劃 信託公會推出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認證制度 顧問師能為長者量身打造合適的財務規劃 信託的話它其實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 非常有彈性的一個機制 信託也是唯一一個可以跨世代的 在我們走了之後 還可以繼續延伸我們的意志 由這個受託人來幫我們管理我們的財產 然後幫我們照顧下一代 它是唯一一個具有跨世代功能的一個金融的商品 它就是可以透過這個把財產交給受託人之後 達到資產的獨立性 尤其在高齡的照顧的部分 要把財產的管理跟人生的照顧管理來分開 所以透過人跟錢財的分開的話 可以這個確保這個資金的安全 高齡者的這個信託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的身體跟那個我們的認知能力 有可能會隨著這個年齡老化 然後會慢慢的降低我們的能力 所以我們很需要一個信託監察人來繼續 一方面也是協助我們 一方面也是監督受託人 有沒有好好管理我們的財產 在個人信託裡保全自己的財產 人生下半場能獲得有品質的保障 方式將溫訊號越來越明顯 四大訪中的八月交易數據顯示 比七月萎縮一到兩成 那麼接下來還會持續萎縮 也是今年首度出現 月增率跟年增率都是負成長 那麼接下來要怎麼躲金龍海嘯呢 似乎選擇預售屋是個不錯的避嫌方式 那另外一個主推我是推這間 因為他其實這間離那個捷運站 才三百公尺而已 主推案子掌握購屋組所在乎的要素 要努力拼成交 畢竟跟上半年相比 抗屋組和交易量確實有明顯落差 如果來做比較直的話 上半年的確是很熱 應該說不只上半年 應該說是從新興安開始 那一刻其實大家都很熱 然後只是說現在的話 就是回歸到錢帶不出來 跟之前沒什麼兩樣 就是大家一定會去官網 會去駐足腳步 看政府下部還有什麼樣的政策 當然分地區房仲有感程度有差異 但縱觀整體而言 八月就已經先看出端倪 四大房仲內部店面交易數據顯示 八月城屋市場交易量 較七月衰退百分之十六點四 至百分之二十八點四的幅度 根據十月六都城屋買賣移轉動數的統計 跟九月相比六都合計是下降了百分之十二點七六 那麼如果再跟去年同期相比也是下降了百分之六點五九 兩個數據都是呈現負成長 也顯示了購物信心受到了衝擊 央行在九月祭出第七波現代之後 今年首度出現月增率和年增率雙雙負成長 買方和賣方同處觀望階段 而這一股房市寒冬恐怕還只是剛開始 疫情這一波多頭以來 其實交易量都持續地上化 那是疫情以來算是首見說 交易量下滑如此之多 那如果是交易量下滑如此之多 長期來看的話 確實有可能會到這個 有一些衝擊的影響 市場交易加上打房的因素 所以民眾預期 這個政府打房不會手軟 所以購物的信心就 就是預期說房價會下跌 那購物信心就會往下走 所以整個的預售跟城污 大概會持續到 農曆春節以後 還是會持續這個量會縮 房價鬆動的時候 那個買盤才會陸續地進場 那這個時候呢 稍微量就會稍微回溫 價格若鬆動 跌幅程度還是要看區域地段 不過李同榮也提出數據 今年因為新清安效應助燃 交易量本來預期會衝破36萬戶 只是央行第六第七波 連續打房措施實施之後 預估全年交易量成長約12%到15% 估計約在34.5萬棟左右 難道現在這時刻 預售屋是避風頭的最佳選項嗎 新清安雖然是說有現代令 但是你排隊還是排得到 但是你去選擇預售屋 現在雖然沒有現代令的問題 但是未來還是有貸款的問題 房價在下跌 未來的建商能不能蓋好 或者是有爛尾樓 或者是有什麼風險 這個就是你在房市反轉的時候 你就要有風險控管 延後買房的時間 等待銀行的現代問題改善 預售或許是一個選擇 但想要獎價 恐怕會比中國屋主態度來得強硬 而且也難保未來的打房政策 還會如何發展 多看多比較先做好功課 以免找到房子 但貸款下不來 或是貸款下來了 卻和原本預期落差太大 先考量好自身的負擔能力 TBS新聞張志明就宣傳台會報道 您曾經一個人去餐廳吃飯過嗎 美國餐廳定位平台統計 發現近年來個人定位大大的增加 尤其Z世代 很多人都曾經這麼做過 因此也帶動了一人用餐商機 用餐時間到了 剛結束開會的他隨意找家店 想吃什麼就點 吃飽了想再多做一下就做 也不用管其他人眼光 同事都不在台灣要見面通通靠視訊 自從疫情後很多人就像他一樣遠端工作 所以也就很習慣獨自一個人用餐 因為真的說吃飯你要說孤單比起上班時候沒有同事 這點根本就還好 遠距工作它會是慢慢是一個大家越來越接受的一個方式 不管是個人或企業 像這種外包或獨立會越來越多 大家其實發現這樣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成本 然後會是一個更彈性靈活的工作方式 身為遠距工作者 Henry說有時候去咖啡廳也能發現到周邊都是獨自一個人 邊喝咖啡邊工作的現代人習慣獨處 從這個數據可以發現已經成為趨勢 在美國的餐廳定位平台顯示過去個人定位曾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 而且在疫情過後有非常多的Z世代都說了 他們曾經一個人在餐廳用餐過 尤其在德國日本還有英國都是 而在台灣其實獨自生活的家庭有高達三百萬戶 所以初估一年的單身商機高達了五千億 看卷商機誰說吃飯一定要有人陪 一個人吃燒肉近期也很夯 想吃肉吃海鮮自己點 業者分別在北市商辦區拓點 甚至未來在各種餐飲都在開發推出個人餐 因為疫情關係大家比較注重就是個人的一個用餐的習慣 然後不喜歡被打擾 然後再加上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因為成了單身 單身其實他逐年正在增加狀況之下 所以這獨自商機在這幾年來確實有大幅度的成長 那說以我們來來為例的話 其實大概我們目前一個獨自商機的品牌 分成就是火鍋燒肉 那包含最近的一個酸菜 有一些品牌都有發產去獨自商機 從火鍋開始獨享小小一鍋 再到燒肉甚至酸菜魚或是年菜也行 讓你享受美食不用等朋友 夏子曰 以前我們是大家族 農村時代一個家裡面要集體主義 大家說同一件事情才能夠讓這一個家族興盛 讓這一個農村能夠活得下去這樣子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工商業社會了 已經算好幾個世代了 那我們現在取而代之 已經不講集體主義 反而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 我們尊重每個人的差異性 我們尊重每個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文化概念不一樣了 對於自己一個人做某件事情的 這個我們講說容忍度也提高不少 時代的變遷 不像以往吃飯得要圍著大圓桌 等大家都到齊才開動 畢竟每個人的工作 上下班時間不同 再加上網路世代盛行 導致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 不用再面對面 只是也有研究發現 獨居老人的幸福感確實比較低 人類畢竟是所謂的社群動物 也就是我們需要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那來營造出我們的安全感 還有幸福感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講 特別針對於年長者 年長者如果時常是一個人過活 那個孤單跟寂寞的感受會比較深 那我們看到說其實有很多研究在研究 這個年長獨居老人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常常會發現說他們的幸福指數 其實如果孤單感蠻常出現的話 那幸福指數也是比較低一點 醫師強調獨自一個人是很中性的 有很多面向可以討論 各有優缺點 雖然有人說獨自吃飯 可能比較容易過度飲食 但現今社會總是各忙各的 不是刻意要孤單 因為能湊在一起的時間 真的不多 TVB新聞羅晃昌仑 臺北採訪報導 全球氣候變遷 今年夏天的溫度履創新高 這也讓在基品工作的一線地勤 很多時間都是在高溫 強烈的陽光下曝曬進行的 但不只在台灣 現在全球機場都面臨這樣的挑戰 要怎麼做呢 在廠榮行情 裝卸組工作的林子全 負責卸除和裝載科技行李 和貨機貨物 高強度的勞力工作 很多時間都是在高溫 強烈陽光下進行 最近新換的制服 他只給我們一雙袖套 就這麼一雙袖套 那關於面部的防曬等等之類 也都是必須我們自己花錢 像我現在一點上班 如果是夏天的話 是最熱的時候 那他只有提供早辦人員 給他一張券 去二航下的地下室 領一個冰淇淋次 就這樣 近年夏天溫度履創新高 在基品工作的一線地勤 很容易熱衰竭 熱中暑 當作業量一天達到十五十六架次 時常得忍受體感高達 四十度以上的高溫 從來沒有人報過熱傷害 那這一方面的話 是希望能夠公司 不要把工作傷害這一塊的 抓得這麼緊 不讓員工去報 高溫對航空地勤人員 造成熱傷害公安風險大增 但卻少有人知道 這些地勤英雄付出的血與淚 對一線地勤人員 夏日要在毫無遮蔽的 機坪工作是相當的辛苦 加上機坪的地面是以水泥鋪設 氣溫常常比同區的街道高出十度以上 但目前台灣的航情工資 除了宣導員工要多喝水 配發袖套還有帽子之外 其實並沒有更積極 還有體制面的降溫作法 全球機場都面臨極端高溫的挑戰 日籍航空ANA日前宣布 在日本國內機場替地勤添購 有風扇的反光背心通風降溫 張宜機場則是增設 2.5公尺高的休息區 冷空氣會在吊艙內吹出並循環 另外香港機場管理局 在停機坪設置四十九個休息區 安排五台流動飲用水供應車 讓工作人員坐下來休息 補充水分 各國開始砸重本投資 增加新的消暑設施 協助地勤降溫 新加坡的這個張宜機場 他們其實就是有安裝那個降溫的按鈕 可以讓地勤人員來按下那個降溫按鈕 那那個機坪的最後環境 就可以適度降溫 那這就看資方他願不願意去投資 像中國 澳洲或是很多東亞的國家 那個因為現在高溫極端氣候是非常嚴重的 那到一定溫度以上的時候其實是會放高溫假 或至少是可以暫停工作 那除了這種措施之外 政府也是有規定說 例如說這種情況下需要 還是需要員工出勤的話 要給付高溫津貼 或是提供他必要的治安防護措施 防止他發生熱傷害 而我國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有規定在高溫環境下 雇主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 包括降低作業場所溫度 提供陰涼休息區 適當飲料 和調整作業時間等等 但在食物操作上 高溫環境的勞減認定 存在一定的困難度 另外勞動部在高氣溫戶外作業 勞動熱危害預防指引中 也有明定雇主因參考氣象署 發布的溫度及相對濕度資訊 評估熱危害風險等級 不過指引也只屬於建議性質 並沒有強制性法律效力 這個指引雖然有利益良善 可是實際執行起來 很難直接保護到一線員工 包含地勤或其他的戶外工作者 那個規定裡面都只是寫說 如果發生有危險之餘 員工是他們是可以暫停下來休息的 如果能力不足的情況底下 然後員工又無法判斷 到底現在是不是危險 基本上員工自己是不敢隨便說 那我現在要停下來 長期來我們地勤業勞工跟雇主都知道 在基貧那種高溫的環境下 是會有熱傷害的風險很高 但是資方他其實是不願意 讓勞工來休息的 目的就避免那個延誤 那這個當然是 在法令上來講是有問題 異候航空觀光業快速復甦 航情公司卻沒調度更多人力來因應 唯有改善工作環境 才能夠治本來降低肉危害 為這些地勤英雄撐其保護傘 TPBS新聞 黃冠偉的燕宣 桃園採訪報導 臺灣現在心血管疾病患者愈來愈多 可能比癌症還要致命 根據衛福部公布的一百一十二年 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臟疾病 但是如果再加上腦血管疾病等等的話呢 會更嚴重 這個血管影像是左前降之嚴重阻塞的心肌梗塞病患 救命力氣就是這個 小小的金屬支架是環狀網構造 可以改善血管狹窄 心肌梗塞就是一些不穩定的 周狀硬化的斑塊破裂 那造成血管裡面的血栓形成 或者是血小板去聚集 那造成血流受阻這樣子 那很像一條水溝裡面堵滿了一些爛泥巴 那我們當然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儀器 氣球等等的去清出一條道路來 那如果不把支架就等於是橋樑 或是一個渠道架起來的話 那大概就是水流流過去以後 那個泥巴又堵回去了 放了支架不代表血管就不會再阻塞 支架的種類也多少有影響 傳統裸金屬支架 大概平均有百分之十五的再阻塞率 這是健保全額給付 如果是藥物塗層金屬支架 可以抑制血管內皮增生 把機率降到算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但病患要自負差額五六萬 在那顆裸的金屬上面塗上一層 特殊的藥物去避免剛剛提到的 在血管修復的過程中 內皮漲回支架裡面過度生長 造成新的狹窄 老實說現在統計已經到了 第二代的塗藥的自費支架 效果大概都比健保的金屬支架好很多 就像我剛剛說的 那甚至其實現在有很多廠商 大概已經不會再繼續出新的 健保的金屬支架 他們慢慢就會被時代淘汰 健保只給付最陽春的支架 未來勢必得跟上新藥新衣材的進步 醫生也提醒不管裝什麼支架 都要搭配好的生活習慣 像是有抽菸的病患得戒菸 得控制好三高避免肥胖等等 臺灣現在心血管疾病患者 越來越多可能比癌症還要命 根據衛福部公布的一百一十二年 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臟疾病 若加上第四名的腦血管疾病 也就是中風 還有第五名的糖尿病 和第七名的高血壓 死於心血管相關疾病的人數 高達五萬六千多人 比第一名的癌症人數多 這個強度和彈性很好的管狀物 就是人工血管 當發生主動脈玻璃時 就需要置換人工血管救命 而心臟外科醫生觀察到 現在心血管疾病 年輕化的趨勢讓人驚訝 一開始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們的病人 大概都是以六七十歲為主 對 那是當組織醫師 這一段時間就會慢慢發現說 我們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那我們所謂的年輕 是大概只說四五十歲 那甚至偶爾還會遇到 那種三十幾歲的病人這樣子 我覺得心血管疾病 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生活飲食的習慣不好 然後常常熬夜 或是久坐 脫水 因為這樣會造成血液比較粘稠 那就比較容易產生 我們說血酸的風險 而常常聽到心率不整 像是心跳過慢或過快 原因除了老化 還有高血壓 糖尿病等等因素 那我們最常見的心率不整 其實所謂的心防戰鬥 對 那這個心防戰鬥 其實在老人家的比率 甚至有到十幾% 到二三十%都有可能 所以年紀增加 它本來就是一個 好發的風險 那甚至有人說中風的病人 大概五個裡面有一個 是因為心防戰鬥所造成的 有些人的心率不整 平常自己沒感覺 需要靠檢查才能得知 而現代人的高油 高糖 高鹽飲食習慣 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地雷 像德書飲食跟地中含飲食 這種就是在美國心臟學會 其實蠻推薦的飲食法 那它就是包含可能會 大量的蔬菜跟水果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攝取低飽和脂肪 那在顴骨雜糧類的部分 也可以攝取到像維生素B 這一類的就是 富含維生素跟一些纖維質的雜糧類 那像是包含燕麥啊 地瓜 南瓜 多吃胃精緻的主食 用魚肉等白肉取代紅肉 以及多運動遠離三高 自律才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 TVBS新聞 張正安王一傑 推不倒